最近,我们读地藏节 每读一遍,都有一次很深的感觉 从今天教会当中,我们更深刻体会到万法无常 我们平常观察是小动物 乃至于像蚊虫、蚊蚁 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 再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一生 跟他们有什么两样 这些也都是佛法 我们所幸运地,得人生遇到佛法 如果不得人生,不闻佛法 跟他们实在讲没有两样 这使我们联想到师尊在经中所说的 蚂蚁死了以后,还投胎做蚂蚁 生生世世 永远不咎 所以他不能够摆脱蚂蚁生 这是说出生道的一切 他为什么不能摆脱呢? 根本的原因还是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对妄想分别执着 比他轻一点 其实还是非常严重 因为比他轻一点 他得人生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会不会还有更深更重的时候呢? 有 妄想分别执着 确实有高低,有起伏 因此六道里头才有深沉 这些人呢? 当我们这个程度低一点 在六道里面呢? 你就往上面伸去了 所以深沉的原因在此变 这才了解 这才了解 六道里面都是无常的 真正明白的 真正明白了 真正明白了 才知道生命总在刹那之间 这个四离 这个四离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真正明白了 真正明白了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的话 是真的 如露也如电 这是说生命相续的现象 这一句经文 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 就是佛在经文上常讲的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是什么呢? 是涅槃 大涅槃 生死即涅槃 是一不是二 并不是说 了了生死了 你就得到涅槃 不是这么回事 明白觉悟之后 生死就是大涅槃 对于生死的现象 不了解 不明白 大涅槃就叫生死 是一不是二 所以佛法是不二法 六祖能大使讲的一点都不错 二就迷了 就不是佛法了 世出世间 一切诸法都是不二法 今天我们在此地 大家在一块共修 修的是什么? 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什么?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跟随本思释迦牟尼佛 目的是要学佛 要学得跟佛一样 世尊慈悲 为我们指点一条明路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这是世尊为我们指点的 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跟阿弥陀佛 这一部无量寿经 这一部净土无经 就是阿弥陀佛 你把这个里面的道理 都搞明白了 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 哪些叫我们要做的 我们老老实实 都做到了 哪些不可以做的 哪些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不敢违反 这样的修学 就是学佛 学做阿弥陀佛 你能学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你就成佛了 真诚学佛 往生才有把握 真诚学佛 往生才有把握 现在我们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这个道理 有街门有行门 念佛堂里面的念佛 目的何在 目的 目的是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 用这一句佛号 恢复我们的清净平等者 念佛堂 念佛堂 目的的词 这叫行 行之后是真 什么叫做真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带人介物 也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念佛堂 念佛堂 都与清净平等者相应了 这就是真 换一句话 把无量寿经 落实到我们生活上 我们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 这就叫真过 这个时候就是佛家作家的 心进则佛土经 去西方净土 犹如樊掌那么样的容易 如果要欺入这个境界 还是一句老话 非得放下不可 所以念佛堂 就是训练放下的 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放下身心世界 放下释出世间一切法 你就恢复自信了 你就恢复本来面目了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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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起来就是念头一转 就成功了 凡身实在讲 凡身实在讲 只是因念之差 这是知难行义 反复颠倒 反复颠倒 认为这个知意心难 那 其实呢 你并没有真正知道 道天徒说而已 没真觉我 没真觉我 没有真心啊 换一句话说 还是样样都放不下 样样样样都还在分别计较 念念呢 还是唯自私 自利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言行 与佛道不相应 佛高雄 与三无道相应 其实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社法界一真状言从哪里来的 是自心变现出来的 为师所谢嘛 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把这种事情搞得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然后你就 然后你就端实成智 那个端就是一念 一念明白了 就是智 一念明就是识 识 识 就病是法界 知 就信一真法界 什么时候我们转过来了 这是功夫 夏年居老就是说 正干 真实的功夫真干 真干之道 一切法都是假的 虽佛教我们随云也不攀岩 我们今天对什么叫随云 什么叫攀岩 还是没搞清楚 什么人搞清楚呢 搞清楚的人一定做到 我们今天做不到 齐心动念还是攀岩 这个错了 佛法应该怎么说呢 知道一分做一分 知道两分做两分 功夫才会得力了 你是等我统统都知道了 我再来做 没有这个道理 没这回事情 像爬楼梯一样 看到一层 踏上去一层 又看到一层 再踏上第二层 你一步爬到上面一层 再上一层 你见不到 说到做到 做到 你就有更进一步的 说到 古大哥 讲经说法 能够感人 置身 余音 就是他做到之后 所以他能感动人 现在我们登台讲经 不能够摄受大众 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到 自己没有做到 所说的不是自己 都是从别人的 你看得来的 听得来的 自己真正做到了 那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 真言 真心化 自然能够感动人 能够摄受大众 现在这个世界 不学佛的人 我们就不论了 学佛的同学 出家在家四中弟子 几个人真正发心 学佛 都中生 学佛挂在口头上 没用出来 度中生 喊口号 也没用出来 一定要借他实地去做 我们才能真正地度自己 能度自己而后才能度别人 这一生当中才真正没有空过 这一生的生活有意义 有价值 务必要在这一生当中 完成 永托轮回 我们的福就没有白说 如果还要高留到轮回 这一生又空过了 一生空过 下一次再遇到佛法 再遇到这个机会 不晓得要到哪一节 开经济 大家天天念 百千万劫难遭雨 所以这个机会 射掉之后 等到下一次机会 再出现 这个当中 不知道有多么长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我们所谓的退转 所以学佛 要无量劫才能成就 这话都是真的 老实话 说成佛三大神奇迹 不是对我们讲的 对法神大神说的 语言叫出战 到十地的国位 法云地的国位 这个时间是三大神奇迹 对他们讲的 对我们讲的五量劫 我们在荆山也读到 阿学王子 他们那一帮人 过去真正 曾经供养四倍义佛 你说那是多长的时间 而他们现实的状况 居然跟我们一样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过去深层 也很有可能 供养四倍义佛 今天依旧落到 这样的地步 这是应该要警惕的 应该要居住的 只要不能我生 供养字都祝福如来 那个情况 跟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六道的生产 就是你修福早夜 修一点善福 就往上身 造作罪业 往下躲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自己可以 冷静 细心的思维 我们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其心动念 是我念多 还是善念多 为自己的念头多 还是为众生的念头多 为自己 我 为众生是善 这么一个对比 自己就晓得了 将来往哪里去 不必是问别人 自己就会很清楚 很明白 三窝道的机会多 三善道的机会少 这正是古人所谓的 袈裟之下 是人身 多苦血 所以我们要不辜负 我们这一生的 语言分 不辜负佛陀的教育 一定要认真 努力 去修修 务必要在这一生当中 得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往生 不退 称福 要得这个结果 一定要 无缓远方向 禅宗六族慧能大使 讲的这个标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参禅 要以他 我们念福 也不能够 离开他 本来无有 这句话真话了 本来无有 你就决定不可以在上再添加有 本来无有 什么意思呢 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本来没有是非人物 本来没有坦诚之满 你心里面有这些东西 错了 再告诉你 本来也没有佛法 所以你心里就有个佛法 也错了 你佛法都没有了 那才叫真的佛法 如果你说你心里还有佛法 那个佛法是原生之法 佛给我们讲的 法上因是何况非法 所以自己真心本性 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 不能再加佛法进去了 再加就错了 希望大家细心体会 我们好好的努力